好 持續來關注國際消息 二零二零年 儘管這個新冠疫情爆發 各國限制人口流動 但是因為衝突跟天災不斷 全球境內的流離失所的總人口數 是已經達到了五千五百萬人 也創下了新高紀錄 全球各地大小衝突跟天災不斷 每分每秒 都有人是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 法新社就報導了 日內瓦境內流離失所監測中心 跟挪威的難民理事會 發表了聯合報告 二零二零年 全球境內流離失所的人數 是新增了四千零五十萬人 創下十年新高 那目前全球共有五千五百萬人 在自己的國家內流離失所 更創下紀錄 原本專家預估 境內流離失所的人數 將比二零一九年少 但結果是並沒有的 此外也限制措施 是妨礙了資料的收集 加上流離失所的人 可能害怕被感染 而沒有通報 因此實際的數字恐怕還要更高